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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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今天的話 基本精神的話 都是在考慮你的反應數據 那 反應數據有些時候 超過很平常的反應狀況 最近我都在跟學生 考慮一個蠻好的話題 叫做 什麼叫做 調到腳路自然指 對不對 學生都會講一句話 調到腳路自然指 反正整個到時候再說 這樣都到時候再說精神 對不對 我剛剛說什麼情況下的到時候再說 對不對 哪個假設才是到時候再說 因為 傳到腳路自然指的精神是在於說 既然你已經這麼努力了 就不要因為過度緊張 而製造不必要的失誤 把本來可以做好事情給搞砸了 叫做 傳到腳路自然指 OK 可以懂什麼 可是問題是很多人會解讀成說 反正我現在已經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了 到時候再說 可以懂什麼對不對 多一試驗 也許非常符合我們工作上的一種感覺 叫做整算不如天算 計畫趕不上什麼 變化 那我們一般人的話 可能如果你交作業或寫專題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說 反正我再怎麼準備 我們老師一定會修改我的東西 所以我一直 我就不要準備算了 反正我做越多會改越多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不是 因為你做越多才不知道該怎麼改 要不然永遠都不會必見答案 同樣的情形 多一試驗 你的快速反應 是必須建立在了解狀況 而且預期狀況的機器連上 雖然永遠都會有例外 所以我們很難考滿分 沒錯吧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這跟完全沒有準備是兩回事喔 一定有什麼對不對 所以以前我們在念 大學在念聖經文學的時候 我們的 美國人的老師 他就問我一個很好的問題 他問我說 Richard 這一題的答案是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你認為答案是什麼東西 我跟他說 這一題 我給他的標準答案很難排 叫做 Depends 他說什麼叫Depends啊 看情形嘛對不對 結果我老師對這個答案 一點都不滿意 他跟我說Depends on what 請你把所有狀況都隔離出來 請你把所有狀況都隔離出來 對 那為什麼這樣叫我這樣做 等於說我不能帶著空白腦袋 去搞臨場反應的進攻 我必須要在有備而來的情況下 所以不管他出什麼招數 都必須要能夠基本的回應 雖然我們都知道 永遠有一個意料之外的事情 尤其是人 我也知道你的客戶 你做什麼話呢 這我要懂 但是這不代表你什麼都不準備 你聽聽懂什麼 多一支援代表上精神 做足功課再上路 不要因為過度緊張的失誤 你看他的壓力 聽懂什麼 做足功課再上路 不要因為過度緊張的失誤 要就是這樣子而已嘛對不對 那萬一前一個已經失敗了 什麼判 多一測驗的頻率測驗的經科育律 經科育律叫做 The next one is always more important than this one 什麼東西 下一題永遠比這裡還重要 永遠在為下一題都準備 所以換言之 剛剛miss掉的那一題 你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就是看到了 聽懂什麼 工作的時候就這樣 你如果像我要是當導播跟攝影師 萬一你剛剛腳架沒弄好 對焦面對好 不要再想了 把下一題做好 你懂什麼 你不要去看他們 一月份你怎麼了 十二月份怎麼了 一月份什麼 八月份什麼的 那那麼重要 你該擔心什麼 今年三月以後你要幹什麼 你懂什麼 所以我想多一測驗的精神也蠻好 不要去想到事情 因為他會妨礙你等一下的專注力 你懂什麼 這個是不是可以是個練習 可以 可以 接下來呢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人 推的什麼東西呢 來我們直接聽 我們不要那個 我們今天想把第一課給結束掉 我們不要那個 我們不要那個 Incorrect Interpretations Exercise B Look at this photo example You hear One The woman is handing out sandwiches This is false There is a woman And we can see sandwiches But she is not handing out sandwiches 好 看這裡解釋嘛 There is a woman And we can see sandwiches But she is not handing out sandwiches 對不對 好 接下來 接下來重點 2 The cart is full of food The cart is full of food 對不對 2 3 Some people are having a picnic outdoors 應該是沒有吧 沒有這次 4 The cart is being pushed along the path 有沒有 Yes Pushed along the path So that path 路徑 小徑 5 5 She is eating a snack outside a restaurant 應該是沒有吧 6 The woman is serving food to the customers 怎麼樣 沒有 好 那他說 The woman is handing out sandwiches 我們叫 sandwiches 英國的弟弟 叫三明治 他們老大叫三明治公爵 然後那個死阿宅 為了一邊玩 呃 為了一邊玩英雄聯盟 結果玩到不曉得吃飯 就當然 我剛剛講說 好不好吃飯了 他說賣菜 結果他就吃他拿著一塊肚子麵包 然後夾著一片燻肉 拿著一塊肚子麵包 他就這樣吃了 最早期的第一代一半 所以因此 從此以後 這樣吃話叫做三明治 Same which is 你用什麼啊 對不對 所以三明治是誰發明的 阿宅發明的 這阿宅是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 沒有阿宅 你們就沒有三明治可以吃 好 結果呢 科技是重來治癒什麼 弱性 一定是 The car is being pushed OK喔 整車都是充滿食物 Some people are having a big thing outdoors 欸 就是Along the past 好 記得我補充幾個字 Past這個字可以指的是 路徑 也可以指的是感覺 所以 也可以指的是生病 一個人叫Persetic 李老師你好Persetic喔 你好悲哀喔 Persetic 對不對 所以你會講說 那個男生超爛的 爛落的 Persetic thing 對不對 悲醒的一紅豬 然後 Persology 是什麼意思呢 定理學 OK喔 可是問題是 Test也可以指的是感覺 Telet 是遙遠 一個人跟你有 Persetic 叫做什麼感應 心電影感應喔 Sympathy Sym代表同樣 Persetic 叫做什麼東西 感覺 你跟他有同樣的感覺 Sympathy 叫什麼 同理心 同情心 這句不知道叫同理心嗎 對不對 然後Empathy 就是沒有 無感 叫做Empathy 冷漠很淡 聽到什麼對不對 好這三個字都列列 Persetic Sympathy Sympathy Empathy 好 然後剛剛講說 客人有三種 我都會跟學生講 一種叫做Customer 一種叫做Client 一種叫做Guest 對不對 你如果去樓下生日買東西 你是我的Customer 你如果是來水冷器的 你是我的Guest 你如果是來接受我英文的專業服務的 你是我的Client 請問一下你是來來來水冷器的 還是來買學分的 還是來聽聽我的 答案是應該算這個要吧 學費要不要 要嘛對不對 那因為要不要學 希望是 啊等級要不要吹 當然是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私商座談會的時候 學生在問的問題 或是表現得像Customer Client是Guest 對 表現得像Guest 因為一直在問冷氣啦 垃圾桶啦 粉燙啦 電機啦 房卡的問題 誰最忙 總部署最忙 要不要停車 其次是幹嘛 為什麼當我 就表現得像Customer 對不對 很少人在問學科內部的問題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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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問的都是為什麼選這本科 OK 所以我是說 其實我滿希望各位在私商座談會都問一些 像Customer一樣的問題 你知道嗎 你在我課堂上也都問一些Customer問題 你知道嗎 不要每次我見到私商座去都是 李老師都可以加進證論課 為什麼他可以進去 為什麼不能進去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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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 Guest在問的問題 你知道嗎 我倒是希望 李老師啊 他到什麼時候有空 我們可以一起來討論一下 多一的問題嗎 那是professional question 你懂什麼 好 我覺得真的是如此 我說過我們需要是 變動的這種論法 好繼續 好 好 這是一張 這張 這是一張 這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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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Test Incorrect Interpretations For each photograph You do not be misled By false interpretations 1 A The tourists are sunbathing near the water B The boats are sailing out to sea C The nets are piled up on the shore D The men are fishing on their boats 答案是那個 答案是有 Sea Open A The tourists are sunbathing near the water 應該沒有人看到 The sunbathing The sunbathing 日光雲 第二 The boats are sailing out to the sea 應該沒有上去這句 它沒有上去到不大上去 然後我說 The nets are piling up 那pile up是什麼 堆疊起來齁 如果你們家裡面不曉得什麼 都在堆疊的話 飯剛洗完還沒折好地骨 是的 這樣怎麼就叫pile up 他媽的 看那個座面 你知道嗎 OK Spile up the shore The nets are fishing on the boat OK 他們在摸魚 他們在釣魚 好 那他有這個字 今天去年第二次對不對 好 好繼續 2 A She's writing a note on the board B She's putting the information in order C She's filing a large report D She's reading notices on the wall D 當然是D D OK 至少前半三個可以用銷具板 對不對 OK She's writing a note on the board 她也沒在寫 這是觸控 Putting the information in order 高度觸控 不保證 都可以這樣左旋 前面就沒有 She is filing a large report 有一個字需要知道 這個字的話叫做什麼呢 Note是什麼呢 Note是什麼呢 Note是筆記 Tech note是幹嘛 三個很多東西 學的Tech note做什麼東西 做筆記對不對 Note is worthy Note是筆記 Worthy是值得 值得 做下筆記叫值得 記得的 值得 注意的 Note是一篇通知 Notification 是他對你的提取的動作 所以一個東西是Noticeable 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字這樣可以錯嗎 好可以錯 知道嗎 知道嗎 Noticeable是什麼意思呢 可以被注意到的 OK 那Unnoticed是什麼意思啊 沒有被注意到的 對不對 Denotation跟Connotation Denotation叫做字面上的意思 Connotation叫做言外之意 言外之意 像那個 那個 換換半個期 那句話裡面叫做 我的有口無心 我的弦外之意 有口無心就是老娘 你就是要講的話 你不要擋到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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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說 如果講說 你要是講說 有些人的衣服就是不太小心 不要多想 我沒有別的意思 沒有別的意思 因為我該講說 不要講說 I didn't mean another thing 要講兩隻就可以 No connotation 聽懂什麼 聽懂嗎 這個叫做名字 Connotation Connotation 我沒有別的意思 No connotation 所以你不要亂想 我只是在學個例子而已 聽懂什麼 叫做No connotation 我不要以為我再 我是你 No connotation 那你們可以取字面上的意思 接下來 Information Informative 李老師會希望說 我上課的時候 人家覺得我上課 Informative 什麼意思啊 很有料 這個老師上課很有料 叫做Informative 這個就聯名 Informative Informative 我希望人家 會覺得我難看學生 非常的Informative 懂很多 不是覺得說你只能夠最好的發費 這樣 好 那Inform是什麼意思呢 告知嗎 告知 好 那 下面兩個字很重要 我們講說報稅 因為我怎麼講 報稅不是report 報稅叫做 收入叫什麼呢 Income OK Income 那Tax是什麼意思 稅嘛對不對 Income Tax是什麼意思呢 所得稅 對不對 所以 File and Income Tax Form 不是report 我自己就先錯了 我自己都被自己追悶了 File叫做 提出一份正式文件 叫做File 所以File and Income Tax Form 在幹嘛 File and Income Tax Form 就是 報稅啦 因為報稅要聽一個稅單嘛 對不對 叫Income Tax Form 所以有名字叫做 File and Lawsuit Law是法律 File叫做訴訟 提出法律訴訟 用那個字 File 聽懂什麼 那假如是File這個字 除了當檔案以外 它當名詞 它動詞啊 知識是什麼東西 正式提出原文件去提出 一道正式的行政程序 叫做File這個字 File File是什麼東西 就是 補告嘛 對不對 所以什麼叫File and Law System 我們稱之為BBS 對不對 現在全台灣當然還活著 BBS直升在什麼呢 只剩下B10B而已 對不對 BBS一定是我的 你知道嗎 我第一次用BBS應該是1992年 真的是 所以我是台灣第一代小名詞的名詞 我不是自身小名詞 是自身小名詞 1992年 我就我第一個BBS的贊導人 所以這項目單是 She is reading a notice on the wall 你知道什麼嗎 Notes就是一篇布告 所以什麼 好 下一個呢 飄逸 所以我最重要的是 3 A He's measuring a picture with a ruler B He's drawing a pattern on the table C He's hanging the print on a wall D B He's booking a table for dinner 好 A的話是 A的話是 Measuring a picture with a ruler 我讀的 Measure是什麼東西 測量 所以用一八十兩個字的話 有什麼可能 Drawing a pattern on the table Tattern是什麼 圖案 圖形 花圍 第三個 Hanging a print on the wall 沒有在掛 第四個 G booking a table 我覺得在幹嘛 Hooking的table是什麼 你們去治療什麼 都講的一句話 I didn't make a reservation 對不對 預定這個動作叫book Hooking 好 這是你答案第一 那相關單字 你們回去再看好不好 我覺得我一直講相關單字的成績 一定用錯字而已 好 沒錯 Pattern是花紋 下面這個Pattern叫做專利 跟台灣整天被告來告出叫專利 Pattern 因為高雄齊齊的環節跟板上 還是什麼都是專利 因為他們都告來告去 那Pattern 真的是這樣子 好 book就是預定 相當於mega reservation serve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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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送餐齁 那 有四個字齁 來給我列一列 reserve reserve onserv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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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rve的意思是指 你預定以後這個使用空間 或這個東西就給你的 好比說 你來況明 這裡 在這裡 你一定要維持 如果你沒有維持就是我的錯 沒錯 叫reserve對不對 第二個什麼叫cancer呢 這個東西本來就是這樣的 我不需要去改變 那南海旁邊這種時刻度 不要把樹皮膚砍掉 那叫cancer 所以生物塊來保育 後來保育 叫cancer 對不對 那如果deserve是什麼意思呢 要是幹嘛 主任期就摔到了 你活該 deserve 你該人的 要是誒你現在怎麼這麼有錢 因為我在打工啊 所以賺1萬塊啊 哇這麼有錢 那這是你應該得的 叫deserve對不對 所以deserve跟 deserve 是可以指的是好的跟壞的拼弄 是嗎 好的事情也是deserve 壞也是deserve 那你活該你應該怎麼講 You deserve it 對不對 那如果同事之間 結果有人說 某某 他總會被主管聲簽 那個女的 那是deserve it 他不配 對不對 所以 周杰倫那首歌叫做 我不配 你不要把他來都配 I don't pay你就不配嗎 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配 英文在講什麼 I don't deserve it OK 你太好了 我配不上你 I don't deserve it 你懂什麼 好 deserve這個字 那什麼叫preserve呢 就是這個東西放久的經過日善 雨淋或環境的變化 會遭到破壞 因此我們要去保存它 叫做preserve 你懂什麼 所以因此 下面有一個字叫preservative Preservative Preservative P-R-E-S-E-R-V-A-P-I-V-E Preservative 叫做防腐忌 定用什麼 防腐忌 那一個人性格是conservative 指是非常開放 是非常保守的 保守的 所以英國的conservative party 叫什麼港 保守港 他說有的 那媽媽覺得說 我的裙子只要超過膝蓋上方就是不行 OK 那叫做潘車會提不起來 那什麼叫deserve 像你們有沒有看過 2007年的時候 有一個Paul Potts 對不對 然後他是 在英國的星光大道 然後得到第一 對不對 然後後來他第一次上台的時候 主持人根本覺得說 這叫我可能不行 結果他唱了大家都嚇一跳 等到他得到總冠軍的時候 的話 那個Paul講過一句話 他說 This is our 什麼 Most deserving champion MOST DESERVING CHAMPION 叫做最實質什麼 實質靈歸 聽懂什麼對不對 實質靈歸 OK 叫deserving 喔 你是我們班上第一名 You are the most deserving 聽懂什麼 因為你配的上就是第一名 這句話是一種風味的話 聽懂什麼 deserving 而不是怪的水 好 接下來我們講看 這部分的話 這幾個我們先跳過好不好 解答再給你們好了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直接跳到後面的 呃 什麼呢 Review test 我把Review test這十二題給你們做一下好不好 二十五 二十二題 有十題 跟正式考試一樣 你們提依一下那個view碼喔 這樣可以嗎 各位請翻到第21頁 再給你一個習慣動作 上個禮拜我好像講過這件事情 畫答案好的時候 A B C 跟 D 如果你畫錯的時候該怎麼辦 擦掉 這剛好最不應該做的事情 因為題目跟題目間間隔15多秒鐘 你有沒有時間把筆放下 簽名張拿起來 插掉 再把簽名張放下再拿簽名下來 現在時間做這件事情 因為那五秒鐘 你還要拍下一題的部分 所以你該做什麼 你問有沒有考慮 先怎麼樣 先畫線 那你有沒有時間回來畫 可能不太容易 可以啊 你可以先畫個線 不要太清楚 聽懂嗎 對不對齁 好 如果避免這個問題 別本書的作者給的建議 A B C D的時候 你拼到A的時候 把筆尖放在A 拼到B的時候 把筆尖放在B 拼到C的時候 把筆尖放到C 拼到B的時候 把筆尖放到D 如果你覺得B是答案 你拼到C的時候 筆尖要不要往前放 就不要往前放 把筆尖放在B 可是不要放下去 你懂什麼 萬一你如果覺得C是更好答案 就把筆尖放到C 但是還是不要畫下去 等把A B C都拼完了 再把它畫下去 到下一頂去 你懂什麼 這樣做有個什麼好處呢 避免你拼到B的時候 你先忘記A是什麼呢 因為你跟我一樣 基於的記憶只有7秒鐘 我知道 對不對齁 所以你懂什麼 我再講一次 拼到什麼 就把筆尖放到什麼 作者的根本精神 在於不要在你 把四個學項拼完之前 就怎麼樣 就怎樣 就善失出手 太快出手 會容易造成後悔 當然 如果你一高整膽大 你實在非常有把握 聽到A是答案 你非常鼓勵A就是你要的 那你可不可以 就畫完 就看下一題 當然可以 那其實你是 這光看你骨功合定 你拼懂對不對 如果你的骨功 還沒有到 你拼懂我剛剛講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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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剛講什麼 我再講一次 這個男人都順便出錯而已 對不對 好 顯力的訓練員工 其中一個要求 如果你講話給你拼的時候 你要能夠repeat 如果不能repeat 你照我面前講 可以選擇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 但出錯而已 附送能夠講一遍時間的要求之間 能夠再講一遍時間的要求之間 你知道嗎 OK repeat repeat 把那個事情給講出來 好 我再講一次 聽到A的時候 筆間停在A 聽到B的時候 筆間停到B 不要請小畫下去 一定都是嗎 萬一你如果覺得哪一個是答案 用筆間停在那一個 就好了 對不對 萬一你覺得A可能是答案 你一直聽到D 也把筆間停在A嘛 對不對 等到D聽完就可以出手畫了 就往下裡走了 拚懂什麼 這樣可以確保你ABCD拚完 就可以專心 把那五秒鐘 用的專心看下一題 你懂什麼 也沒有判斷的時間 這是最高級的做法 好 那我們 好 那我們拚好了 這是第幾個 第18個 我就先不跟到各位了 時間有點慢了 第2個 Part 1 Review Test Directions For each question you will hear four statements about a photograph listen and select the one statement A, B, C, or D that best describes the picture then mark your answer you will hear the statements only once one A the couple is working in a bicycle store B the people are riding along the street C the shoppers have come out of a store D the bicycles are leaning against a wall 2 A he's standing to the left of the chart B he's carrying the chart into the room C he's hanging the work of art on the wall D he's writing a list in his pun 3 A the inspectors are attending a meeting B the passengers are waiting for tickets C the shoppers are browsing in a store D the travelers are going on vacation 4 A the woman is working in her office B B the newspaper is lying on the carpet C the tables have been stacked near the window D the room is very clean and neat 5 A the man is looking up at the ladder B glass panes are being fitted in the windows C the ladder is resting against the building D B the construction worker is standing on the roof the construction worker is standing on the roof 6 A The tourists are lying in the sun B The lounge chairs have been arranged in rows C The umbrellas are propped up against the building D The beach is crowded with swimmers 7 8 The hole has been filled with chemicals B The bags have been loaded in the container C The shovel is lying on the floor D The plant is in front of the window 8 A They're shopping at a market stall B They're waiting in line outside the store C They're calculating the profit from their sales D They're carrying their goods to the market 9 A 2 women are seated across from each other B Some papers have been pinned to the desks C C All of the computers are currently being used D D The office workers are attending a presentation The office workers are attending a presentation He's fixing the tiles to the shower door He's fixing the tiles to the shower door T 讓你體驗一下那種FU 就是年紀比較大的人 那個考驗一下專注力 不要笑 真的 我上一次考多一專業的時候的話 那時候我的年紀大概是三四五歲 對啊 專注力跟二十五歲的時候有點差別 那現在的話我還是要再挑戰一次 那昨天我很朱頭錯過了最後的報名期間 所以我如果要考四月份的話 我還得要多花一點錢去做最佳報名 我想一下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做了不要說話不說話 還是要認真一點 我跟我助理說 我考試不是為了要證明我很厲害的 相對之下我覺得我 考試是為了發學你自己的缺點 你知道嗎 如果低老師 如果覺得自我感覺比較好 到覺得我很perfect的話 那就不應該他們的名用老師 好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比U-Cast的話 答案是 Z-A-B-Z-C 然後後股底是 B-Z-A-A-B-Z-A-A-B-Z-A-A-B 這樣可以嗎 再念一次 C-V-A-B-Z-A-B-Z-A-A-B-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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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B 這一大集請在考試當天吃在畢德府 練習到可以拿分發題這樣好嗎 這是可以練出來的聽懂嗎 而且在社會上一定是實用的東西 真心不騙 聽懂嗎對不對 每一次的旅遊、每一次的出遊、講故事、發生什麼事 都是一個describing picture聽懂是嗎 每一次的商品展示、每一次的描述都是一個describing picture 每一個美食節目都是的 真的 好那我們看課本 對不對 每個人都可以猜一次這是我的邏輯 來這個呢 這是馬路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什麼 這是人形大物件 到底會怎麼說 side walls or pavement side walls or pavement side walls or pavement 這兩個都是 一個是英式英文的型號 一個是美式英文的型號 我的檔都給你們好嗎 可以嗎 好萬一如果有人不在名單上 我露電力請來跟我要 但其實我應該都是丟在公共目錄下 我都會不要名字起 所以在公共目錄下 你本來在你的目錄 我就在你的目錄 然後我應該把影片名單的電子檔直接丟到裡面去就好 對不對 對這樣是以後你們就會去那邊找影片的結合 就不用再另外幾天給你們了 第一週第二週第幾秒看什麼 這樣 你有做到 你該給他說上個 好 好來 Part 1 Review Test Directions For each question 1 A A The couple is working in a bicycle store B The people are riding along the street C The shoppers have come out of the store D The bicycles are leaning against a wall The couple is working in a bicycle store The couple are riding along the street 有沒有riding along 所以他們有騎腳車 也沒有 好 第三個 有沒有shopper呢 Coming out of the store 這些看起來你也不喜歡他是不是shopper The bicycle is leaning against 這為什麼叫link against 對 依靠著 鞋靠著叫link against 好這個幫我實在記一下 好 D 好 D 2 A He's standing to the left of the chart B He's carrying the chart into the room C He's hanging the work of art on the wall D He's writing a list of his pun DNBC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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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s standing to the left of the chart 是在圖表的左邊 圖表在做chart 對不對 所以的話什麼叫pi-chart pi-chart pi-e是pi 直接領土嘛 對不對 什麼chart嘛 所以因此的話像我們 to the left 是在左手邊嗎 好 好 那如果說carry 他沒有在搬移嘛 對不對 Hang the work of art 也不是在搬動他嘛 Writing a list in his banner 什麼叫banner你知道嗎 現在也包括用smartphone嘛 對不對 以前的話是不是都有一本 那種活業團 活業字記 有週曆什麼 像到現在很多花型業務 都會送人家這種 那個 或是書局 都會送人家這種叫做 月曆或年曆那種東西 那個就是banner 像這邊交給百貨 你買比較多東西 或送你本 送你利益 才告訴你今天是那個方位 比較吉祥 W40個最吉祥 好 接下來呢 第三個 有沒有問題啊 chart是圖表面 什麼csdarp 什麼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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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一個字叫做flipchart flip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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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ipchart什麼東西呢 flip就是這個環的動作 所以手機裡面是一個 它的環體叫flipboard flipboard flipdoard 那那套新文軟體為什麼 因為它的介面一直 那套新文軟體 因為它的介面一直 因為這是flip的動作 所以什麼叫flipboard 古收的人沒有powerpoint 對不對 所以因此的話 怎麼樣 沒有powerpoint的 是不是都用大字包 對不對 它每次大字包拆一下 再拿上去嗎 不行嗎 一定是從根部給鎖住 然後每萬一它就叫後後翻 這叫做flipchart 好 接下來呢 3 A The inspectors are attending a meeting B The passengers are waiting for tickets C The shoppers are browsing in a store D The travelers are going on vacation A B C D A The inspectors are attending a meeting 這些人都是檢察員的產品 這樣子開口才有數 B or the passengers are waiting for tickets C The shoppers are browsing the store 所以我們叫你在上面的browsing 到處摸摸看看去逛街 我們在browsing The travelers are going on vacation 我答案是哪一個 它在我答案是B 那些正在你們的門票 在這裡 我答案是B 這是比較容易的答案 有哪個字是你不熟的 有哪個字是你不熟的 有哪個字是不熟的 還好吧 好 接下來是 接下來是這個 直接把 Cube說出來 4 A The woman is working in her office B B The newspaper is lying on the carpet C The tables have been stacked near the window D The room is very clean and neat 好 答案是哪一個呢 答案 他說這我也是 答案是 答案是 第一 房間乾淨 整潔 為什麼 不是A A 因為他這我就是OB 因為有床 OB不可以有床 那我完全藐視不到功課的精神 然後很多功課老師 房間裡面都有床 以前我的房間裡面也有床 好不好 辦公室啊 我想想想想 我有一個心理症 難道我適合事嗎 我說辦公室真的裡面有床 好 The newspaper is lying on the carpet C-A-R-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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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毯 地毯 所以地毯可以當動詞 就是 好比說 the flower pack is copying the ground 花瓣把地面敷上 一直這樣 像有些時候 像我們南台的陽體夾的話 花瓣掉了地 或是有些像那個 最明顯是牛頭花啦 對不對 或是你現在去日本的那個櫻花的時候 是看那些花幾乎把地面整個都 跟河面完全鋪上一層 對不對 那叫puppet 這個動作 這種感覺 這種view叫做puppet 然後如果這個table has been stacked 那stack跟pile的差別 pile是垂直堆疊在一起 那如果stack的話 是堆成不堆一刀 跟E5 OK好 這是stack 好 那下一個 這是什麼B letter 對不對 還記不記得剛剛講letter 是 A A The man is looking up at the ladder B Glass panes are being fitted in the windows C The ladder is resting against the building D The construction worker is standing on the roof A的話是 The man is looking up at the ladder 後面要往上看 平時我們查字典 叫做look up 對不對 但是look up這個字 我朋友用錯 請問一下 look up是查字典 還是查字典 我們台灣都講查字典 對不對 但是是查字典還是查字典 look up a word in the dictionary 而不是look up a dictionary 聽得懂是嗎 look up a dictionary是開頭看字典 這不是應該做事嗎 對不對 OK 懂意思嗎 look up a word in the dictionary 但是可以講consulting a dictionary C-O-N-S-U-L-P consulting a dictionary 這倒是可以 我寫下一個 這個 好 consult word 名字典 名字典 然後呢 consult 名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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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把字典下來 然後可以 好 那等一下 第二個是 the glass pane 就是玻璃 玻璃窗 玻璃片 b fit in the windows Fit 裝進去 c的話 the letter r resting against the building d的話 construction worker 建築公文 standing on the roof 這不是在屋頂上 答案是c 因為那個階梯的話 是靠著 靠著建築物 齁 那 剛剛好像 我可能 又提到有一個字 齁 下一個 應該是下一篇 六 A The tourists are lying in the sun B The lounge chairs have been arranged in rows C The umbrellas propped up against the building D the beach the beach is crowded with swimmers 答案是哪個 答案是b 那我們看一下裡面的單字好不好 ligh這個字的話有很多的意思齁 你可以指的是什麼呢 那冰淡有首歌叫你為什麼殺 你為什麼說話 你為什麼說話 說話 ligh ligh 就是不集於動詞 然後 l-y-ing是什麼 l-y-ing是什麼東西 進行式 進行式 那如果ligh l-y-le 躺著 躺著 叫做ligh l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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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過去分詞還是 那進行式還是ligh ligh 那如果說ligh ligh ligh 是把一個東西 比說 我把這本書 橫放在桌上 橫放在桌上 還有母雞 下蛋的下 這個字 不要講說give birth to give birth 就是拍身的你知道嗎 對不對 the hand is lame and neck 你懂什麼 母雞真的下蛋 不要講down and neck 不是什麼 道在我們衣服裡面是什麼東西啊 好奇說 我一件外套叫down jacket是什麼 為什麼好奇 叫羽絨外套 羽絨叫down b-o-w-r 是羽絨 我順便衝一臂 然後 column這個字 roll roll是橫的 column是吃的 所以column是什麼東西 專欄作家 然後根本上在這裡說 the umbrella are popped up against the building 背具起來靠的 靠的建築物 顯然是沒有 對不對 然後呢 以及the beach is crowded with swimmers 應該沒有看到有的圓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這裡還多寫一個 這叫parasol b-a-r-a-s-o-l 這個字有點點parasol 如果是embrella的話 只是雨傘 可是parasol 只是羊傘 雨傘跟羊傘有什麼定義 在你心裡面的定義 對 雨傘可以讓羊傘用 羊傘也可以讓羊傘用 但是羊傘有呢 雨傘強調跑水能力 羊傘強調看藝術力嘛 對不對 他羊傘都比較漂亮 好 那叫什麼的 但是即使你有時常差別 在你來說 ok 羊傘跟羊傘 喜歡的人就會說他有差別 好 那 第七 絲 雖然 二 适呢 用り 在全地 南海 機咪 那br Park D. The plant is in front of the window. The plant is in front of the window. 它植物在...在什麼?在創作界面。 該機的單字都幫你記了,所以我再數字一下,可以嗎? 好,下一個。 D. They're calculating the profit from their sales. D. They're carrying their goods to the market. Shopping and multi-store就是在... 攀位上玩東西嘛,所以大家... Waiting outside the store,沒有看到的店嘛。 3. Calculate是什麼東西啦? 這個...這間都叫calculate,這個是計算、估算。 計算跟估算叫calculate,齁。 所以calculate這個字的話叫做計算,cal的話是12345678這樣算 然後compute的是運算,那一個人的性格特質,若說calculate 他幹什麼事情都先想清楚 是...他說這個人心中都精打細酸、成果很深 到底是誇獎還是批評的話 李老師這個人幹什麼都想很清楚 如果是...我這樣形容我自己,或是別人這樣形容我 這大概是誇獎還是... 台北施工,所以這個人就幹什麼 到底是那種的呢? 是包還是扁? 都有答案是包 就是這個人想得很清楚 出門在外,這個人都跟著其餘,有這種人你知道嗎? 你想不到的話想不到 因為他老是會想看你先跑 而且做得很壞,對不對? 這樣的parculate 所以為什麼家裡開始作為這些 西洋發音學院成一個parculate的人 你知道嗎?對不對? 做事情都會想一下,一切東西都是... 隨性的對不對? 對不對? 好,下一個呢? Profit跟Loss是什麼東西啊? 可能是什么,破例,那都是什么东西 回数,然后,破例这种东西 好,来继续 D, the office workers are attending a presentation 好,那,答案是哪个 答案是A嘛,好,这两个就做面对面嘛 Some paper have been pinned to the desk 把这个 paper 钉在那个书桌上来切 钉在厂上 第二个呢,computers are currently being used 不就不知道,你哪知道这不就没在用 这不就没在用 现在,the office workers are attending the presentation 所以,那是什么意思 10 A, he's dismantling the screen from the wall B, he's wiping the glass panel with a cloth C, he's cleaning his clothes with detergent D, he's fixing the tiles to the shower door 答案是B,好,dismantling 所以,the screen把那个 不管是杀双或是荧幕,从墙上拆下来 Mismantle也拆下来 拆下来,拆下来 wipe是什么东西啊 wipe是扫的意思 所以,如果有一个字叫做 我们的称词的话叫做 wipe就是扫嘛,对不对 那windshell,wind是风,shell是防护 车子的windshell是奶外玻璃 打风玻璃,所以windshell wiper叫什么东西 鱼霜,对对对 不要说什么,ramp grouse也够了 windshell wiper 那detergent是什么东西 清洁剂 叫detergent 就这个文字叫detergent He's fixing the tiles 啊什么叫tile 那台湾都讲泰鲁,泰鲁,泰鲁嘛 磁砖啊 磁砖被写 磁就是 磁砖的磁 磁砖的 结尾的时候的话 讲几件重要的事情 一小时看什么的结尾 那个 第一件事情 中一森研的第一大笔 对你而言 代表的码利益是 你不能丢这个大笔 如果是想要高分 一定要你手当然领过 啊 如果说一般学生的话 这大笔进口的 那你可以打对反正七十以上 为什么 因为最近是最好难的 一个大笔 那第二件事情 你回去应该做什么 你回去应该做什么 这个周末期间 所以我会把答案跟听力人表给你们 可以吗 丢到那个目录下 我会写上去 哦 然后 你该做事情 对不对 如果是已经 会的人 已经 觉得这里面 不难的人的话 请把听力拿出来放 听到你几乎听得懂每一个字为止 听懂是吗 可以听到每一个字 everything over 甚至 而且是在 看表演的情况下 听得懂每一个字 听懂是吗 然后下一次的时候 你根本就可以 到听力的阶段了 如果 还不会有同学 没关系 原稿拿出来 一边看 一边对着看 听懂是吗 先求法制看懂 OK 那有些同流可能 在不看稿子的情况下 听三次可能听得懂 那就接受这个事实吧 就听三次啊 而不是听三次听得懂 我觉得考试的时候 我不会我就什么事都不做了 听懂是吗 不怕慢 只怕断 我只能这样讲 李老师对你的耐心很久 但是你对你自己的耐心 不要搞丢了 那句话 我一直在考读 听懂是吗 对不对 所以请记得这种感觉 慢不要紧 可以一直在耐心 又到5月20号考察了 继续啊 懂是吗 不要随便断下结论 不要随便断设计天花板 不要这样搞 OK 然后也不要那么想着 反正这个东西学了也没有用 相信我一定有用 真心不变 好 听懂是吗 好 第三个事情 第二大题是 难打一般学生所有CP值最高的题目 原因是 第一个 他的单字非常少 你们通常看得懂 第二个 题目数量多 进步幅度大 第一大题再怎么进步 你都进步三题了不起的 第二大题是三十题 没有续练的人可能只达到最九题下 有续练的人可能可以达到二十题以上 来回如果十题就是五十分 进步显著 这是CP值最高的大题 懂我意思吗 第三第四大题你要进步 真的比较辛苦 需要多点功夫 第二大题是全部同时跨尊最高的 以英语 如果是英语系的同学而言 第二大题跟第一大题要是 冰加必争施地 进步地球到七层八层的同能力重力你知道吗 还有第三个因素 是我认为最在意的是 因为第二大题 最终会造成我疲劳的因果 因为题目跟题目真 借口五秒钟连八三十枪 以我的专注力 我会晃神 所以他的疲劳是 从第十一题进行到第四十题 我可能会在第二十五题的时候分审一下 三十题的时候分审一下 三十五题分审一下 刚刚我写整个匹率测验 几乎全对 就是他找我讲 几乎全对的时候的话 我第二大题就会犯错 英文者亏类 而这类事情 会累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币的结果 而是当成一个需要去练习的一种状态 听懂的是吗 听懂的是吗 对不对 这是蛮重要的事情 那最近我都来跟学生讲说 两个英文单字 一个单字叫做buy 一个字叫做sale 什么叫做buy 买吗 对不对 sale是什么意思 卖吗 对不对 我 你接受我的讯息 照我的话去做 这个感觉叫做buy 所以李老师我不瞭你 叫做i don't buy it 不是i don't hurt you 听懂什么 对不对 那 如果说是 你心中有希望对方做一件事情 告诉他资讯 请他去做 这个动作叫做sale 所以一个很好的租管都很擅长sale sale 对不对 那我们平时都喜欢buy还是喜欢sale 我们都喜欢ban叫狗家 ban叫睡补 然后提老娘的timoji 去决定外套做 对不对 我们都喜欢ban叫拜托 从往到大吃饭要拜托 睡觉要拜托 猪书要拜托 尬狗要拜托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哪一天 你会发现你拖件要sale的时候 你会觉得真心非常幸福 对不对 去最终一天借个耳机 都觉得你都被这些刁难 掉了走了 我们都会讨厌被撩难 但是 请问一下buy跟sale 哪一天是你赚钱 buy还是sale 绝对是sale 百分之百是sale 对不对 所以你想想看 我哥他去澳洲玩的时候 他说 李正远超炫的 到这个地方 不用国中程度等级的英文 据眼睛的导臉 对不对 他的英文好到时候 李正远接上开机机的puk 我说puk是上温哥 怕 对 对 那你英文是这种等级的 他跟我说 他去那个6K 看公公课 我说坏话 你倒闭套出来 谁不能看公公课 没问题的 可是 假装是转变 如果你是在这个地方 要成为服务别人的人 等级就不一样 you can do everything you have 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you have to respond to everything and correctly 你懂什么 对不对 所以 多一这些是训练你从Buy到Sale 的一个必经过程 一个很好的过程 你懂是吗 不用牵涉到非常复杂的事情 但是却快速的回应 而且回应正确 用这种心态去学 你不太后悔了 好 那就下礼拜见